可以請店家亂開架 出國就養殺 就不吃虧 例如說我類似去越南 有些按摩店子 已經就是上面有夾的 這個地方就是可以 最少可以欺責 印度人真的會瞎架 你可能會遇到 太喜歡講話的老闆 那這個你也要多多跟他聊天 多聊天 對 降低他的戒心 然後突然說 不要忘記今天晚上11點 東森綜合32頻道 2分之1強 2分之1